今天晚上繼續用父親的勸勉 做題目跟大家來查稿真言的道理 我們在前兩次的聚會已經提到 這個做父親的在真言裡面 他一直呼籲我兒 你要謹守不可以忘記你父親的訓誡 要聽父親的訓誡 父親的誡命 然後他要說要把它存記在心裡 要去遵行 謹守遵行 然後他提醒說這個做兒子的我兒 你要謹守真智慧 這個真智慧就是神本身 我們如果抓住了真智慧 我們在不管在做什麼事 我們都能夠知道說神的法則也能夠有神的祝福 是一個聰明人 然後這個父親也說我兒 你現在不要隨從惡人的引誘 不可以隨從這個惡人的路線 我們提到這個父親 這個父親有四項很重要的提醒 叫做兒子的不要去做 第一個這個不要做就是不要隨從惡人的引誘 我們從真言第一章裡面提到說 我們要謹慎選擇我們的朋友 我們今天晚上來看另外三個父親的提醒 我們現在看第三章 11節 真言三章11節 我兒 你不可親看神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祂的責備 12節 因為神所愛的他必責備 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這個提醒就是說 不可以親看神的管教 那神所愛的他才會管教才會責備 那如果我們了解說這是神的管教 我們就要其實反過來心裡面要很感謝主 神還愛我 因為神就像我的父親 祂不要我左岔路 所以祂要我轉回 祂要我們轉回 就是要提醒我們 所以用管教的方式讓我們明白 能夠醒悟 這裡提到說不可以親看不可以厭烦 那這個道理呢 在希伯來書特別被引用出來 就是希伯來書的作者 他就引用了這一段 來提醒我們要去注意從神來的管教 我們先來看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希伯來書十二章的第五節 第五節 十二章五節說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 說我兒 你不可以親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第六節說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手收納的兒子 第七節說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 代你們如同代兒子 因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第七節說 你們有管教原是種植所供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失職不是兒子的 這裡其實在希伯來書的作者 在提醒我們 我們其實都是神所愛的兒子 那這個神的兒子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 他特別提醒說要思想 我們遇到有一些患難的事情 或者是不順心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因為當時候其實 在希伯來書那個時代啊 當時候很多人被逼迫 是因為信仰的緣故 但是也有一些是因著罪的緣故 所以這個作者特別提出來說 其實我們 他說以罪惡相徵 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就是說其實這些惡 我們如果去抵擋他 都還是可以過得去的 我們還可以勝過的 那他也提到這個 有時候不要忘記的 這個父親的管教的問題 他所引的這個聖經上所說的話 就是真言三章十一節到十二節 完完本本的那個意思 那我們在中文聖經所讀起來的不太一樣 是因為當時候 當時候希伯來書他們所引用的聖經 是七十四億本的 就是從希伯來文 換成希臘文的聖經 所以當時候他們所看的聖經就是 不同的一本 所以他的意思就跟這個意思是一樣 但是他那個文字上不是百分之百完全造字來翻的 所以他說不可以侵犯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以灰心 也就是說像聖經說的 不可以厭煩神的責備 有時候我們對神的管教 不但不會感謝 還會覺得很煩 神怎麼老是這樣待我 那我們被他責備的時候 他說不可以灰心 其實就會要明白說 其實是因為我們是神所愛的 所以他才會責備我們 那我們不要覺得說神不愛我了 因為主所愛的 他才會管教 才會鞭打 所以他才一直強調說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 那是神把你們當作兒子一樣在教導的 所以我們被神所管教 就證明我們不是獅子乃是神的兒子 接下去第九節說 再者我們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們 我們尚且敬重他 何況萬靈的父我們 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 第十節 那些生生的父都是佔隨幾億管教我們 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第十一節說 反管教的是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愁苦 後來卻為那經念過的人 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這裡也在比較說 做這個地上的父親呢 他會管教我們 有時候是按照他父親自己的意識在管教 但是這個萬靈的父就是我們的天父真神呢 他管教我們一定是為了要讓我們得益處 特別要強調 要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那表示說 因為沒有聖結是不能見神的 是跟神沒有份的 每一個神的管教都是要我們最後能夠進入神的國度 那所以管教的事情一定會覺得痛苦 但是如果真的能夠接受從神來的管教 他就會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就是變成聖結完全 所以這裡一直強調說 神 祂因為愛我們才會管教我們啊 就好像你今天做父親的 沒有一個不會管教自己兒子的 兒子不管再怎麼樣 兒女 我們的兒女不管再怎麼樣的聰明 他一定會犯錯 我們應該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人成長的過程裡面是 都不會犯過錯 不會被父母親責罵的 所以如果我們父母親愛我們 他一定會 定正我們 要我們從錯誤當中轉回 所以管教的事一定會有 那這個管教的事情 神特別自己在啟示的時候 特別宣告過一次 我們現在看啟示錄第三章 啟示錄三章 十九節 三章十九節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這個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了 管教之後的目的就是要能夠發熱心 也能夠這樣子因為管教悔改 然後走上正路 那這一句話是當時候聖靈寫信給這個老李嘉教會的使者 要責備他們的錯誤 指出他們應該改正的那個方向 他們當時候是 其實是不能不熱的 但是他們還自以為是富足 是以為自己是很好的 認為自己一樣都不缺 但其實他們是困苦可憐 貧窮瞎眼又赤身 所以其實實際的情形跟他們自己以為的差很多 因此這個神才會說 我勸你們要怎麼樣 要向我買火鍊的金子 然後來買這個白衣穿上 然後買顏料擦你的眼睛 就是要讓人可以從錯誤當中更正 然後真的看清楚自己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神當時候這個責備是很嚴厲的 也就是說聽起來很不舒服的 但是重點就是要他們發熱心 也要能夠悔改 那這樣子他們就能夠 就能夠進到神那裡去享受 享受神兒子的福分 所以得聖的我們看第二十四節 二十一節 得聖的我要是祂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的聖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般 這個要能夠同坐寶座一定是要聖結的 所以管教的事就是要讓我們在神的聖結上有婚 我們最後能夠以神 以這個天父一起坐在寶座上 因此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智慧的兒子 他一定會聽父親的教訓 不會把這個父親的提醒當作囉嗦 那如果把這個父親的勸勉啊 提醒當作囉嗦了 就這個都愚昧止 我們現在看真言第十三章 真言第十三章 第一節 第一節說 智慧只聽父親的教訓 謝曼人不聽責備 那那個謝曼人啊 謝曼人是誰呢 謝曼人其實是那個驕傲的啦 那個聖經裡面在十幾章的地方有定義那個謝曼人 其實就是心裡驕傲的 我們看一下真言的第十六章 謝曼人 謝曼人 對不起 第21章 第21章 第24節 這個所謂的謝曼人 聖經這裡告訴我們 新教欺傲的人名叫謝曼 他行事狂妄多出於驕傲 所以今天如果一個兒子啊 他對這個父親的管教責備 不把他當一回事 其實反過來說就是心裡驕傲的人 那他就不認為自己是有錯的 那這個真的就是愚昧的啦 兒子再怎麼樣都沒有辦法跟父親對抗的 而且這個父親還是全能的父了 因此神所懲治的人事實上是有福氣的 不可以親看 那神他現在用什麼方法來管教我們 那你看今天神有時候會讓我們發生一些事情 讓我們提醒我們 所以聖經來說 遇到患難的時候一定要思想 人有時候就是很遲鈍 沒有發生事情就是都不會覺得有錯 但至少如果還是想的 就不會太慢 但是其實神的管教 父親的管教 祂早之前就已經給我們 只是我們沒有去留意而已 我們一定要了解神在聖經裡面 告訴我們這些法則 其實就是要讓我們走在祂的正路上 我們就不會落到要被管教的地步 所以我們看四篇九十四篇 四篇九十四篇 第十二節 九十四篇的十二節說 神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 十三節說 你使他在遭乱的日子得享平安 唯有惡人現在所挖的坑中 十四節 因為神必不丟棄祂的百姓 也不離棄祂的產業 然後這裡聖經裡面 聖經是這樣說 他說 神是用律法來教訓我們 讓我們不會遭煩濫 也不會掉在那個坑裡 所以神用律法來規範我們的生活 所以今天神給我們的這些 誡命啊 吩咐啊 一些命令啊 我們一定要把它當作 這個就是神要我得益處的 是為了讓我們在祂的聖結上有份 因為神的律法基本上是聖結的 是尊貴的 是屬靈的 如果我們棄絕的管教 基本上我們一定會招致羞辱 而且一定會遭遇患難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把這個神給我們的這些 這些命令這些法則把它遺棄了 因為輕看的一定沒有得好處 我們現在看回來真言第十三章 真言十三章 請看第十八節 十三章十八節說 那這個兩個字有很強烈的對比 要棄絕還是要領受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在真言十五章裡面其實講的更嚴重了 看十五章 正言十五章的三十二節 十五章三十二節說 要棄絕管教的清看自己的生命 聽從責備的缺德智慧了 所以剛才十三章那裡是說會受辱、會自貧、貧窮、會遭羞辱 那這裡講的是其實是輕看自己的生命 是會死亡的 因此我們一定不會當作 不會是這種愚昧的人 我們一定會當作智慧的人 會很重視神給我們的提醒 我們反過來要喜愛神所給我們的管教 這個父親的這個勸勉我們一定要記住 因此我們要常常思想 我們去反省我們的生活 任何一件事情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都是神可能給我們的一個提醒 今天如果突然之間我們生病了 或是我們突然之間遭遇什麼一個事情 我們如果敏感的人 我們一定會先檢討、喚醒自己 然後如果我們的錯誤是明顯的 神一定會藉著聖靈感動我們 讓我們發現然後趕快改變 但是如果我們就不會去想 那有時候接下來神既然愛我們 祂一定會再一次提醒我們 事情可能就會更嚴重 所以我們絕對不要當作遲鈍的人 只要我們不是那個輕看的 不會厭棄神的責備的 我們一定是神的愛子 所以這是有關理管教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回來 真言第五章 真言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五章二十節說 我兒,你為何戀目淫婦 為何抱歪你的胸懷呢 也就是說這裡 這個父親在提醒兒子們 他說不要 不要去犯這個淫亂的罪 而且一定要好好地經營自己的婚姻 你要看第十五節到第十九節 他基本在講說我們一個人 當怎麼樣在自己的婚姻當中享福 要用心去經營神所賜的婚姻家庭 讓我們的身心都得到滿足 那就不會去戀目淫婦 也不會去抱歪你的胸懷 那個 這個從第一章到第七章 這個父親的提醒跟訓悔 他常常講完之後 接下去都會講到 有關於要遠避淫亂的事情 他不斷地重複強調說 這個父親的訓悔要叫我們遠離淫亂 我們現在看第二章 第二章 第十一節這裡 第十一節說 說謀略必護衛你 聰明必保守你 十二節說 要救你脫離惡道 脫離說怪謬話的人 現在看第十六節 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 就是那有嘴滑舌的外女 然後他接下去十七節就描述那個 那個淫婦是什麼樣的特質 所以這個父親的訓悔提醒 基本上就是要我們成為聖結的時候 就是要掩蔽隱形 不要被這些 油嘴滑舌的女人引誘了 現在再看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三 第二節好了 第一節 我兒 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 徹聽我聰明的言詞 二節說 為要使你謹守磨略 嘴唇保存之事 第三節說 因為淫婦的嘴滴下蜂蜜 他的口比油更滑 但是第四節 卻至終卻苦事殷沉 快如兩刃的刀 這裡在講這個 神的父親的這個提醒 就是要我們真的可以抵抗 抵抗這個淫婦的那個 甜言蜜語 我們如果能夠記住父親的提醒 他所給我們的這些訓悔 這些外女 這些其他婦人講的那些 好聽的話 絕對不會 我們絕對不會 因為這樣就被迷惑了 就不會被勾引 看第六章 二十四節 六章二十四節 從二十三節讀 因為戒命是燈法則是光 訓悔的責備是生命的道 第二十四節說 能保你遠離惡婦 遠離外你慘媚的舌頭 再一次強調 這個父親的這些訓悔法則 就是要我們能夠遠離惡婦 遠離淫婦 我們看第七章第四節 你要對智慧說 你是我的姊妹 稱夫聰明為你的親人 然後第五節說 他就會保你遠離淫婦 遠離說慘媚話的外女 這個都在強調 這個父親的訓悔有多重要 對保持聖節有多關鍵 然後第七章的時候 就在講這個無知的少年人 這個無知的少年人 最後他就是被引誘了 然後就走進死亡之路了 那個我們在查經的時候 我們就查過這一章了 這個少年人稱為無知的 就是因為他沒有把這個父親的訓悔 把他記在心上 他不但是沒有遠離 而且還自己走進 自己走進去的 那當他被這個 這個淫婦抓住的時候 他就沒有趕快逃走 反而就被這個巧言 這個慘媚的話 就吸引住 然後就跟著他去了 那其實那個聖經裡面 這個父親提醒我們說 遇到這種情況下 要怎麼辦 其實是要遠離的 不要走進去 那個在第四章 我們現在看第四章 第四章第十五節 他說你要躲避 不可以經過 要轉身而去 因為這個無知的少年在第七章裡面 他自己是走進去那個淫婦的巷口 然後他就被迷惑了 因為這個女人 講的話很好聽 而且很吸引人 最後就是死亡了 就是這樣 像那個牛被牽 被牽往宰殺之地 像鳥落入這個網羅裡面 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命了 還以為要去享受一段甜美的愛情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父親 他不斷地重複強調 如果能夠記住他的訊悔 就不可以煉目淫婦 不要去抱外女 我們如果將我們的心歸向神 我們就不會落入那個陷阱裡 現在請看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第二十六節 這個是有關你眼裡隱形的這個很正面具體的教導 二十三章二十六節說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 你的眼目也要洗越我的道路 既你是深坑外你是窄井 他埋伏好像強盜 他使人中多有奸詐的 所以這一段在告訴我們說 重點就是我們的心要能夠歸向這個天賦 如果我們記住了這個父親的提醒 我們絕對會保持聖節 我們不會去跟 不會主動落入那個試探裡面 我們遇到凶惡的時候也會趕快逃走 我們只會常常靠神 我們心裡力量才會剛強 所以現在這個世代我們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去接近那些不好的場所 但是現在很多罪惡的事情是透過網路進來的 無線的現在已經沒有線了 以前還要接線 現在已經沒有線了 隨時網路上你可能都會進入試探裡面 隨時網路上你可能都會進入試探裡面 有時候那個廣告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防火牆足高一點 真的有些不好的東西絕對不要進入我們自己的家庭 不要進入我們的電腦裡 那我們的家庭我們的身心才要幫我們保持聖節 這個是做父親提醒兒子的第三點 不可以煉目淫婦 第四個最後一個我們看真言第六章 第一節 我兒你若為朋友作寶替外人擊掌 然後第二節 你就被口中的話語纏住了 被嘴裡的原語捉住了 這裡在講為朋友作寶做擔保人 最要注意到這裡看是為朋友 今天如果我們為了朋友的緣故去做擔保人這件事情 按真言上來說叫做無知的人 我們一定要了解神所給我們的提醒 我們教朋友 聖經我們上一次已經提過 我們要謹慎選擇我們的朋友 但即使好朋友碰到這種事的時候 我們也一定要很小心 他說如果為人家作寶 我們的口就會被我們的話抓住 我們現在看第十七章 十七章二十八節 在靈色面前擊掌作寶乃是無知的人 這個在靈色面前這個靈色呢 其實就是朋友跟第十七節那個朋友是一樣的 所以十七節說 朋友乃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但是第十八節說 在朋友面前如果你急掌作寶 你變成無知的 這個不是在講弟兄 不是自己講自己的親人 而是為朋友 為我們的靈色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有智慧跟外面的人相處 因為在當時候 古時候他們那個契約完成的時候就急掌 急掌意思就是 就是這個契約 我 我 這個就是像我們的high five 這個一個deal了 就這樣子 承諾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朋友所做什麼任何承諾已經成了 這個真言你看剛才說做法的結果就是我們是被口中的話捉住了 我們就落在我們朋友的手中了 那一定會受虧損 因為這種事為什麼你的朋友需要找你來做寶呢 也就是說他需要你的幫忙 但是幫忙其實有很多方式 不是只有這個方式才叫做幫忙朋友 所以我們看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第十五節 十一章十五節說為外人做寶的必受虧損 恨物疾掌的卻得安穩 我們說朋友時常親愛 這是朋友之間的互動 但是最好不要去有那個利害關係 就是有那個利益上的可能的衝突 在真言裡面他提到很多次為朋友做寶的下場 他說你的床可能會被搬走了 我們看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的第二十六節 二十二章二十六節說不要與人疾掌 不要為欠債的作寶 二十七節說你若沒有什麼償還 何必使人奪去你睡臥的床呢 這個是為欠債的作寶 你真的要全部都被搬光光了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 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金钱上经济上来往 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里面的提醒 朋友之间如果有一些财务的求分 会试破脸 不要说朋友有时候连自己的亲兄弟家人 都可能会因为财务试破脸 所以其实有一些金钱财务上的往来 一定要非常小心 如果可以不要最好不要有 看到27章 27章的13节 他说13节说 谁为僧人作宝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作宝 谁就承当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为人作宝 最后我们一定是要负责任 他说不要让自己落入这个情况里面 朋友是为了时常亲爱 互相帮助没有错 但是最好不要有金钱来往 因为这样子这个朋友的友谊会变值 因为这个社会上这个钱财有时候那个诱惑力很大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常常听到有一些悲剧 所以这个父亲提醒这个儿子 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做无知的人 用这个父亲的这个智慧来与外人相处 那我们就会成为这个父亲所喜爱的智慧之子 为什么这个父亲要不厌其烦的这么多的提醒呢 其实这个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儿子儿女们 真的像父亲一样那么完全 那今天我们在主位书记里面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了 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 神就要我们圣觉完全 让我们真的能够能够活出他的形象 他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最后能够在世上发光 然后能让人家看到说这个父亲是这么美好 那我们成为这个父亲的这个代表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福音的使者 然后我们带领人来认识这个天父真神 我们要顺服神的提醒圣灵的带领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看第十四节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能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互叫阿爸父 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对这个父亲的每一个提醒都会记在心里 然后我们就能够真的来跟从主威叔基督 效法主威叔的模范 主威叔已经凡事给我们留下榜样 祂留下很多宝贵的教训让我们来遵行 祂最后其实是要让我们真的像天父一样那么荣耀的 看第八章的第十二十九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因为他一先所知道的人 就一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三十节说 一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要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天父最后就是要我们不但成为义 也能够真的进入祂的荣耀里 要进入祂的荣耀里面 一定要像祂的形象 所以这个圣言里面这个父亲的提醒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心 愿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天父的爱子 是有智慧的 是聪明的 最后是得荣耀的 我们在唱诗 两百四十四首 祝 partn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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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